小之诈 西宫三十二年 其子自正始告于秦 曰 正人使我掌起北门之管 若前师以来果可得也 穆宫 仿诸简书 简书曰 劳师已席远 非所闻也 师劳力竭 原主备之 无奈不可护 师之所为 正必知之 擒而无所 必有备心 且行千里 其谁不知 公辞言 照孟明 西起白蚁 使出诗于东门之外 简书枯之 曰 孟子 无见诗之初 而不见其入也 公始卫之 公始卫之曰 耳合之 忠寿 耳目之 目拱矣 简书之子 遇诗 哭而送之 曰 禁人 遇诗 遇诗 遇于小 遇有二陵 也 其南陵 下后高之 目也 其北陵 文王之 所遇 风雨也 遇死世间 遇 疏而 谷焰 秦诗 遇东 三十三年春 秦诗 过周北门 左右 免 咒而下 超成者 三百胜 王孙满 上右 官之 言于 王曰 秦诗 轻而无礼 必拜 轻则寡谋 无礼则托 入险而托 又不能谋 能无拜乎 即华 正商人贤高 将事于周 欲之 以圣为先 牛十二靠施 曰 寡君文武子 将布施出于弼翼 敢靠从者 不舔弼翼 为从者之焉 居则据一日之机 行则备一息之位 且使 据告于正 则数载 立兵 莫马已 使皇武子 此焉 曰 武子 焉久于 弼翼 为事 辅资 戏迁 结 以 为五子之将行也 正之有缘谱 有秦之有俱幼也 五子取其迷路 以贤弼翼 若何 其子奔旗 旁孟 旁孙 阳孙 奔送 孟明曰 正有备已 不可济也 功之不克 为之不济 无其还也 灭华而还 禁远诊约 秦为简书 而以贪秦民 天奉我也 奉不可施 敌不可纵 纵敌 换生 为天 不祥 必伐秦师 鸾之语 为报秦师 而伐其师 其为死君 仙枕月 秦不哀无丧 而伐无同性 秦则无礼 何师之为 无闻之 一日纵敌 数世之幻也 某几子孙 可谓死君虎 遂发命 巨星将容 子墨催蝶 梁红玉蓉 来居为佑 下四月 新寺 拜秦师于小 或百里 孟明氏 西起树 白以饼 以归 遂莫 以藏文宫 尽 于是始末 文营 请三帅 约 比实构无二君 寡君若得而实之 不厌 君何如讨厌 史归旧路于秦 已成寡君之志 若何 公许之 先枕朝 问秦求 公约 夫人请之 无舍之以 先枕怒约 五夫立而居诸园 妇人剑而免诸国 挥军时而掌寇愁 亡无日矣 不顾而拓 公使杨楚府追之 集诸和 则在周中矣 侍左参 以公命赠孟明 孟明起首曰 君之会 不以累臣信骨 使归旧路于秦 寡君之以为路 死且不朽 若从君会而免之 三年将败君赐 秦伯 肃福交赐 向师而枯曰 孤为简书 已辱二三子 孤之罪也 不替孟明 孤之过也 大夫何罪 且无不以一生 掩大德 孤之后 孤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